好 各位朋友大家晚安 请看38页第四行 按照昨天的经文 请继续看科判 昨天37页讲物一 可以因为修持地藏法门 由地藏菩萨的大悲愿力加持 可以让你回忆 过去 现在与未来一切的宿命之事 而且自己跟别人的事情 你会在亲近心当中慢慢慢慢地了解 接下来看物二 38页第四行 受无量见正法 请看经文 除了地藏菩萨加持你之外 他还会让你寿命无量 寿命无量是很多人都祈求的 中国人都喜欢福禄寿 寿就是寿命长 那为什么每一个人喜欢寿命长呢 因为你怕死 每一个人都怕死 不管你有学佛跟没学佛 大家都怕死 只是怕的多少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呢 都会对自己的身体执着 希望这个生命结束之后 会有延续 因此我们希望会有后代 比如结了婚 你就会希望有儿子 儿子完就会希望有孙子 孙子就有真真孙子 为什么 因为你希望后命可以延续 延续让你得到 对自己的生命的安全感 同时也对到后代众生 你觉得有安全感 所以每一个人都喜欢健康长寿 但是事实上 我们是很难长寿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的夜跟烦恼 所以显现你今生的寿命 是由你过去的夜跟烦恼 而显现的 前天我讲了一个故事 就是说 地藏菩萨他加持他 可以让他延寿命 延十二年 同样的 就算延十二年 可是在无量节当中 也是很短的时间 但真正的寿命很长远 有几个因素 第一个 挣到不生不灭的佛果 你的寿命就是无量的 第二 求生西方极乐净土 因为西方极乐净土 阿弥陀佛叫无量光 无量寿 第三 你在这边寿命要长的话 其实是很苦的 为什么呢 因为老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会衰老 举个例子好了 又几十个例子好 今年我四十五岁 来 假如我活到八十岁 你看佛陀入灭 是视线八十岁入涅槃 阴光大师也是八十岁入涅槃 最近我读了 红一大师 红一大师身体比较不好 他六十三岁或六十四岁就走了 他寿命没有很长 伟大的玄庄大师也是六十三岁到六十四岁就走 假如人的寿命是活八十年 你看四十年就是正中间 你往上 到了顶端一定就会下降 那你怎么让你寿命长呢 看这里 到了顶端 你健康保养的身体 又喜欢吃补 燕窝 然后你就再上去一下 再下来一点点 再上去一下 再下来一点点 然后当你下降的时候 你看你寿命就很长 就超过了九十岁 然后呢 在这几天讲座的时候 也有几位联友来看我 有些师傅呢 看到你的相貌 我也知道 相由心生 有几位联友 我也跟你讲 你的寿命是很长 为什么 你过去是修来的 过去是救度众生 修行 持戒 或利益广大的众生 但是问题也来了 有些人寿命很长 但是他病痛很多 寿命长 你要健康 寿命长 你身体要好 还有头脑要很清楚 这样的话 你寿命长呢 我们就很有福报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足够的寿命 足够的时间 做你想 没有做过 玩的愿望 不然老的确是很苦 人都会面临老 跟各位说真话 希望你不要介意 虽然师傅45岁 我已经开始在看 更年期的书了 为什么 我要知道 我身体老的时候 对不对 这没有什么好笑的 这是很正常 各位没有更年期吗 我想各位都已经超过 更年期了 你可能也现在正在更年期 更年期的时候 动不动呢 荷尔蒙不平衡的时候 你就发不气 动不动呢 你就睡不好 动不动呢 你就想东想西 人身体会老化的 所以就好像一部车子一样 你要定期去保养它 你要知道你这辈子活多久 还有所剩下的生命 你应该去精进地去学习佛法 利益众生 修福修会 这样你寿命长 才会有意义 所以在佛教里面讲 佛教的出家师父 对出家师父 假如修得好的话 他叫越老越是保 可是世间人呢 越老越麻烦 为什么 第一个你流口水 第二个脆脆念 第三个行动很慢 第四个呢 没有照顾呢 身体重重常常发臭 第五个呢 看到年轻人 不然脆脆念 还动不动就骂 那这样子的话 你到老的时候呢 再有人缘呢 都会被你骂跑的 所以老人 有些你会发现 有些人老人 他活得很快乐 为什么 因为他走到哪里 人家都很欢迎 有些人 走到哪里 人家都不欢迎 还有最重要 心态很重要 所以我常说 人老 心不要老 对不对 虽然师父是45岁 但是我看起来 像35了耶 是吗 心很重要 当然你要讲我少一点 30岁 我也会送你巧克力的 对不对 人都不希望人家讲你老 但事实是什么 我们心里不愿意面对老 还有我们没有做好老的准备 老的确动作要慢一点 比如你年轻 你上楼梯 一个脚呢 可以踩两个楼梯 哇 你卷步如飞 但老的时候 走三个楼梯 你会发觉你真的老了 对不对 你心想要快 但在这个身体 就配合不了你 所以老菩萨要记起来 慢慢来 不要急 真的 师父很真的关心各位 因为我在石头山圆光寺 看过很多老菩萨 就是急 老的时候下雨 甚至在浴室跌倒 一跌倒以后 一个礼拜他就走了 老人是不能够大病的 老人也经不起 大摔或大跌倒一趟 为什么 因为老的身体很脆弱 所以虽然这个身体是假的 但是呢 没事你应该拍拍他 好好照顾你啊 不要跟我做麻烦啊 我还要靠你带我去行菩萨道 我还要靠你去走 修行到西方极乐世界啊 所以这个身体叫 我们禅宗讲 戒甲修真 身体是你要珍惜它 但不要执着它 再举个例子 假如我没有身体 我怎么坐飞机 飞到新加坡来为你讲经呢 对不对 所以老是要看你怎么样去想 人老心不老很重要 接下来请看经文 如是寿量 如是久住 如是急于寿量边际 我们的寿命都希望 你看中国人 叫皇帝叫什么 万岁万岁万万岁 对不对 每天都喊万岁 他可能活到万岁吗 没有 喊给他好听的 问题是 做一个皇帝 若没有德行 没有天下爱人之仁德 利益众生 关怀老百姓 为老百姓做善事 皇帝也有很短寿的 皇帝也有很长寿的 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位皇帝很了不起 第一位就是汉武帝 第二个唐太宗 第三个是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 三个皇帝都是佛教徒 而且他积了广大无边的功德 尤其是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非常非常了不起 他对佛教的贡献也非常的大 做了四库全书 还有龙藏 也就是他编的 所以你作为一个帝王 又能够利益天下的苍生 那你的确是很有福报的 而且乾隆皇帝呢 非常注重养生 自己呢 也能够写诗 而且他对佛法的体悟也非常的深 他每天也羞耻 所以 寿命场目的是什么 利益无量的众生 请看经文 那当你慢慢慢慢修行 你知道过去现在未来之外 接下来呢 你对于自己的寿命啊 就能够修到可以自己决定 一般人为什么不能决定你自己的寿命 因为你的业还没有清净 假如你的业修持到灿除业障 简单地说就像镜子上面的灰尘一样 你一直擦擦 擦到你的呢 灰尘都擦干的时候 镜子非常亮的时候 你就可以决定自己的业 举个例子 看经文 从笔触末来生指尖 有限从天上呢 他寿命结束了 升到人间来 父从此末 就从这里 生命结束了之后 他自己可以决定要去 他方哪个佛国土 他可以意念素是 如是等是 请看幻灯片 我做一个记号 像薰老和尚 他出生的时候 就能够回忆过去现在未来的事 薰老和尚的妈妈 刚生出他的时候 是一个肉团 他吓了一跳 他想我怎么生了一个怪物 后来不是 他真的生了一个肉团 肉团呢 后来那个医生呢 就用剖腹的 把那个肉团的肉 轻轻地割一下 他娃娃呢 才从肉团里跑出来 可是他一出来的时候 他就是笑的 咯咯咯咯咯 他一出生的时候 嘴巴就会念佛 而且他虽然是娃娃 过去现在未来 他知道 这个就是没有 所谓生死之谜的障碍 那为什么他可以 修这样的功德力呢 因为他多生多结的 戒定会功德力 而且薰老和尚呢 一生也非常了不起 建议各位可以多去看 薰老和尚的年谱 还有他的开示录 是非常了不起 中国近代 八宗的这个 成宗的一代高僧 他活到一百二十岁 所以你看 他出生的时候 就可以知道 自己的过去 现在未来 那他今生 也非常的辛苦 复兴古叉 培养人才 自己也是 昼夜精进的修持 所以他能够活到 近代高僧里 寿命最长的 一百二十岁 应光大师 才八十岁 就离开人间 所以每一个人的福的因缘 跟视线不一样 接下来再看 无量无边 不但是自己的宿命 你知道 无量无边的众生 为了利益众生 众生的过去 现在 在未来 他根性是上中下等三种差别 他都会知道 会用知道他最好的方法 去帮助他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让众生 对佛法 升起坚强的信愿心 就能够建立正法成 所以 如果一代的高僧 或一代的大德 能够住在世间 他在有形无形上 就会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所以 在我们中国 常常为老和尚祝寿 祝寿唱什么 光寿无量 就是阿弥陀佛 无量光 或无量寿 我们祝寿的时候 比较少讲阿弥陀佛 其实阿弥陀佛跟无量寿佛 是同一尊佛 答案还是分别 对不对 可是我们会觉得 阿弥陀佛是什么时候念的呢 往生住念的时候念 然后呢 看到师父呢 他好像就不能讲 其实还是可以 当你要换个词 你也可以叫做 无量寿佛 意思是 希望你的寿命 跟阿弥陀佛一样 无量无边 请看下面的照片 阿弥陀佛本身是 彩色的透明的 它是自信弥陀 注意西藏的阿弥陀佛 是红色的 跟中国不太一样 中国比较喜欢金色 所以金色的佛像 都是代表庄严圆满 可是西藏的阿弥陀佛 属于东南西北的西边莲花布 所以它是红色的 它会放彩虹的光明 所以阿弥陀佛翻成中国话叫 无量光佛 无量寿佛 无量光 光代表什么 你的智慧 智慧 无量无边 寿呢代表什么 你的寿命 你的福报 无量无边 再看下一章 在藏传传佛教里 每一个人也会为自己的上师修 常寿佛 所以西藏没有一个人 不念常寿佛的 请看这里叫做 常寿三尊 上面的身体是粉红色的 这就是常寿佛 中间拿一个常寿宝瓶 待会还给你看细部 左下角是白度母 白度母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管健康长寿 绿度母是管消灾免难 所以观世音菩萨分类分得很好 每个人管不同的不能 右下角叫尊圣佛母 就是尊圣陀罗尼咒 这三个都有很大的怨心 就是什么 可以让众生寿命很延长 举个例子 我先讲白度母的故事 白度母跟绿度母 都可以让众生延长 阿迪迦尊者到西藏 就曾经有两次寿命就中断 他生病了 结果他就一直 他主修就是观世音菩萨 也就是度母 度母呢 然后他就跟他讲 他一直念一直念念念 后来度母现前了 现前就跟他讲 你啊 必须要造我的佛像 叫叉叉 就是像师父手掌这样 用泥土做的 要做十万尊度母 然后放在大殿去供养 你叫大家来一起出钱 然后做 你就可以延寿 延十二年 因为你的业已经进了 但是呢 你很虔诚 对我有希望 信心虔诚 所以我告诉你方法 你造度母的形象 可以让你延寿十二年 后来他就做梦 梦醒了以后 他心结都很清凉 他就把自己的钱 拿出来布施 也告诉寺庙 还有有缘的信众 全部做广大的供养 一起做法会 送二十一度母的齐寝文 然后就开始做佛像 叫叉叉 就是拿泥土 就好像你们 我们华人 你们有没有做过 昂骨粿啊 有没有 这样两个木板 有没有 一夹起来 那不就是一个昂骨粿吗 那西藏也是这样 用木板这样一夹起来 然后或是 用木雕的 里面把它挖进去 然后泥土塞满 一倒出来 就是一尊佛像 要做十万个 后来他做完 每一尊呢 他都很用心画 然后呢 他昼夜经经念 杜姆的昼 也画杜姆的像 最后十万尊佛像 就放在大殿 放完以后呢 那一天他 做一个法会圆满 又做梦了 杜姆说 非常好 非常吉祥 你会延寿十二年 延寿十二年以后呢 他就继续讲经红法 修行 到了第十一年半的时候 他又生病了 又生病又怎么办 上次求度母 这次继续求再求度母吧 度母就是观音菩萨的慈悲 所以他非常的虔诚 求了以后 他跟她说 这次你的障碍 这是你要做更广大的功德 你要呢 全部出钱 上次是做十万个叉叉 你现在要造一层 大概三层楼 五层楼 这么高的度母形象 让方圆百里的人 通通都可以看到真真佛像 而生起广大的信愿心 那当然他要更大的福报 那他就开始做 对不对 他说没关系 你慢慢做 只要在半年之间 把这个做完 你的寿命还会延长 二十年 十二加二十 三十二 各位满意了吗 对不对 好 当然 阿提加尊者为了利益众生 他当然继续做 因为这是观世音菩萨亲自教他的 这是依缘起法 照相 发愿 修持 出资 有广大的功德 所以他在半年里面呢 所有的功德主就出钱 为他造一尊最庄严的度母形象 在开光那一天呢 度母就跟他说 你的的确确会满你的二十年 但是这次你不能该 跟我讨价还价了 因为给你十二跟二十 当二十年结束以后 你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跟度母会亲自来接你 希望你要有欢喜心发愿 求生净土 最后阿提加他就知道 意思是说 他这辈子按照细水长流这样修下去呢 有一天他一定会往生极乐净土的 好 所以从这里故事可以看到出的 寿命是以你的善跟福德因缘 是你的福德跟功德而显现的 有些老和尚 他一生做了很多很多的功德 比方说新加坡有很多的长老 乃至于现在还在 就是上次我在普济寺讲的 庙灯长老 他九十六岁 他也见过红衣大师 对不对 我进他房间顶礼的时候 他老很慈悲 他行动不是很好 但是他很慈悲 说不用拜不用拜 那时候我就顶礼 然后看到他床头上面就 红衣大师亲笔提给他的墨宝 我看得非常庄严 我心里想 要不要他往生以后送我呢 阿弥陀佛 没有开玩笑的 那时候我就觉得 因为见到红衣大师的墨宝 是很稀有的 对不对 你看孟参老和尚 今年也活到九十六岁 他深入红中 头脑很清楚 我甚至也祝愿 他能够活到一百岁 所以中国古来的高僧大德 你好好修持 你的寿命是可以延长的 可是延长的时候 你要先知道改变的方法 改变的方法最直接是什么 修持 做广大的功德 做广大的供养 供养三宝 你想生命结束的时候 你什么都带不走 我们人有时候很奇怪 有时候我看到有些居士 对不对 就很喜欢带传戒 手镯 当然人爱美都是你的天性 可是你会发现你走的时候都带不走的 所以我师父给你一个建议 在利益主里把它卖掉吧 供养三宝 不然你死的时候呢 大家是要抢你的 不是抢你的牙齿 是抢你的赚戒的 对不对 这是赚戒是你的福报 可是你要觉得 在你断气的时候 你若有善心 想医四分之一 供养三宝 十分之一救去贫穷的人 十分之一去救病人 那你因为离开了人间 你做广大的功德 其实你来生福德 跟智慧更圆满的 好 接下来再看 长寿佛 西藏的长寿佛是红色的 中间拿一个长寿宝瓶 所以他头也带五方佛的宝冠 所以这是长寿佛 长寿佛又叫做报生佛 我们讲阿弥陀佛是指化身佛 这两个有一点点不同 长寿佛有长寿佛单门的咒 也有短咒也有长咒 所以你必须要修长寿法 所以西藏人呢 每一次在法会 最后一段都会什么 修长寿法 齐勤 自己的上师 跟净虚空遍法界的善知识 都能够请佛注释 长转法轮 这是很吉祥如意的 接下来再看 藏传佛教的另外一个 唐卡画的长寿佛 就是红色的 这是枣红色的 然后呢 造型不一样 但是都是阿弥陀佛的 报生佛的显现 接下来再看 悟三三十八页 祝安隐得无畏 善男子 我成就是第八佛轮 由此轮故 利益安乐 无量的友情众生 让所有的众生身心安稳 没有恐怖 然后得到大无所谓 所以观世音菩萨 有一个名字叫 好施无畏者 有没有 普门评里面讲 大悲观世音菩萨 好施无畏者 接下来自我 自称我处 大先尊位 转于佛轮 吹拂天魔外道邪论 处大众中 无畏的 讲经说法 好如狮子喉 好到这里 是第八轮讲完 现在讲第九轮 请看讲义 三十八页第十行 今天我要 想把第九轮讲完 还有些东西呢 我想给各位补充 因为明天我就可以把第十轮讲完 后天我会讲一些补充资料 然后就究竟圆满 请专心听 第九轮分二 请看 丁一随念观察 成就亡轮分三 也就是作为一个转轮圣王 他会要很用心的 随着众生的念呢 仔细的去观察 换句话说 你在随念观察之前 你的禅定力要比别人深 你的心要比别人细 你要比别人更用心 细心跟耐心 请写下来 用心 细心跟耐心 这样你才能够做到 随念观察的功德 分三 第一物一 因果业力 献明 分四段 物二 食善业 有十种功德 分二 物三 这国土恒真安乐 所以从这里特别注意 所有一切的诸佛来这个人间 不管讲什么佛法 一定都从食善业道开始教 因为五戒食善 是佛在世跟佛不在世 最永恒不变的善根 也就是说 当你去一个国家 你看到这个国家 现在我们看到一个国家 怎么判断它 很强盛 第一 国家的人民素质很好 第二 大家生活的水准很好 然后第三 可能经济很兴盛 第四 可能这边政治很安定 我们就会觉得 这个国家很幸福 没错 这是现代国家的种植 可是前几年 全世界做了一个调整 全世界里面 最幸福第一名的 却是不丹 叫做国民幸福种植 是全世界第一名 可是你会发觉 其实不甘 从物质角度来讲 它是很落后 但是不单 百分之九十五的人 都是虔诚佛教徒 所以他每一个人 都很乐观 很知足 所以你问他快乐吗 他说我非常的快乐 我能够生在这个国家 我很知足 然后呢 在全世界排行榜 前第八名的 是有一个是欧洲的瑞士 抱歉我举日本 日本虽然是很进步 可是日本是全世界 很不快乐 是排在三十几名的 所以亚洲东南亚 现在消费最高的是谁 日本东京 你不要介意师傅举一个例子 假如我们五块新币的一碗面 好了我讲新币 在台币大概二十块 新加坡呢 在五块新币的一碗面 在新加坡现在要卖多少 要卖十块 真的物价开始涨了 所有的东西都很贵 资源也有限 GST也涨了 税也增加 可是呢 假如这样同款的一碗面 在香港啊 可能要卖十三块新币 可是呢 有时候卖到十五块 那你知道吗 同样的一碗面 五块新币 在日本要卖二十块新币啊 所以它几乎是我们的四倍 非常非常的贵 所以在东南亚里面 消费最高的是日本 东京跟京都 所以为什么 因为人类 人类在生活水平好的时候 你都会期望呢 住得更舒服 对不对 刚开始你只要吃得饱 穿得暖就好 当你有衣服的时候 你会讲教 衣服上面要有花 绣得漂亮一点 下次穿一穿 觉得这个棉的不够好 我要有丝绸的 对不对 丝绸上面呢 还要加亮片 对不对 人都是这样 人都会求进步的嘛 可是 大家不要忘了 不代表物质的进步 就代表人幸福 为什么 因为物质的进步 会让你贪得无厌 物质的进步 会让你道德 反而不重视 物质呢 进步会让你 得到了 却不择手段 所以 全世界真正判断 人幸福 从佛法的角度来讲 怎么看呢 这个人要守 五戒十善 这里的人 若都不做杀盗 淫忘酒 反过来帮助别人 还呢 放生 还有帮助众生 还有布施 还有每个人品德都很好 这个人 这个国家的人 就很有福报 举个例子 孔子曾经说 他到呢 一个国家 他怎么知道 这个国家 好不好呢 他听人唱歌 假如这个地方 人唱的歌 都是很快乐的 对不对 早出晚归 重到人生很幸福 他就知道 这个国家的国王处理得很好 因为人民的声音 就是表达很快乐的 假如他到这个国家 都让人家 听人家唱 哇 心疏狩猎 这种歌 那这个国家 一定是很衰败的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 万坦 知道吗 所以 各位 我听说 各位都很喜欢看 台湾爱的电视台 对不对 骂得越凶 越笑掰 就越有迷 其实这是不好的风气 师父是没有看过 我是无意中 在台湾经过电视台 大家都喜欢看 而且是黄金的 然后你就看 骂得越凶 这收视率越高 演得越泼辣 他就越有名 其实这是不好的 为什么 人心会被叫化坏的 本来你是很单纯的 结果看了这些东西 哇 你才知道 婆媳之间是这么逗的 所以不要去学那些 还有 听说华人 虽然身在现代社会 可是我们都喜欢看什么 雍正皇朝 大汉天子 或是呢 对不对 一代女皇 武则天 对不对 可见 我们华人 现在活在这里 但每一个满脑子的 都想做什么 都想做皇帝呀 现在已经不是 皇帝的时代了 对不对 虽然你重视 是一家之主 可是你的满脑子都希望嘛 你要做帝王 万岁万岁万万岁 其实这个并不是很健康的 你不要介意 师父也读中国的历史 我读过中国古文二十年 我也读过历史 我读过四书 整部四书我都全部背过 我还读过上书 诗经跟礼记 有很古老的东西 你看不懂的 我都看得懂 为什么 那是以前我的老师教我的 可是我会觉得 中国历代里面呢 怎么判断人快乐呢 并不是看表面 从佛法的角度 孔老夫子就讲啊 这个地方若人心 唱的歌是快乐的话 其实这个地方的人幸福 从佛法的角度讲 假如这边的人都做 符合五戒十善的人呢 这个人 这个地区的人 就会有福报 那在这里 我又多说几句 不要介意 师父很真诚地赞叹 新加坡的人 新加坡的人在做善事 都很发心 在呼之三宝 也愿意出钱 出力 办教育文化 慈善事业 很好 但是你若去反观 印度尼西亚 或马来西亚 那边的人 我也去红法过 我觉得他们就很苦 为什么苦 因为他都是做 杀盗淫忘酒的行业 他做的非常多 你告诉他不要杀生 他说现在师父 行业拜拜 还是卖鱼 杀鸡 生意最好 可是呢 每次过一个月以后 师父 我病痛很多 怎么办 劝他 他也很难改 第二呢 动不动呢 家里就吵架 然后就有外遇 夫妻关系就很复杂 对不对 青少年的想法呢 交女朋友 男朋友 都是玩票式的 就你可以看到 这些的众生 所做的跟佛经来比啊 这些的众生 都在造恶业 说谎的 欺骗别人的 放高利贷的 然后压架别人的 还有黑道 恐吓别人的 你就会觉得 暴力非常多 所以这个块国土的众生 他就会很苦 这时候怎么办 劝他念观音菩萨 劝他念地藏菩萨 所以在马来西亚 新加坡 很多很多的道场 还有印度尼西亚 部分的寺庙 都喜欢念地藏经 很好 为什么 让你学 先从因果报应开始学 先从五戒十善开始学 因为这是三世诸佛 出世的时候 第一个都要讲 仁天秤的教法 假如人你都做不好 你很难成就 无上佛道的 请看下面的经文 几一 因果业力明显分四 物一 对不起 物一 因果业力明显分四 几一 善恶差别 请看 善男子 如刹地利灌顶大王 随着众生的心念 而观察他各种行为 你会发现 在你国家里 所有的这个 有情众生 有各种种性 也有懂不同的 世出世间的各种技术跟技能 每一个众生 所做的行业也不同 可是生此或生彼 死此或生彼 或因果的胜裂呢 差别是千差万别的 举一个例子 集诸事业 你把事业画起来 你想想看 有些人 他做的生意就很好 举个例子 做家具 或是做电器 或是呢 还做寺庙里面 卖香的 或是卖蜡烛的 你会发现 他的生意非常非常的好 为什么 因为他做的生意当中 还广结善缘 他并没有伤害到众生 所以他不但呢 做了很多的善事 而且赚了很多钱 也广结了善缘 可是你看 左邻右舍里面 有些人他做的生意呢 就会伤害众生 比方说杀生 第二个赌博 第三 放高利贷 第四 做贺色情行业 叫几个女孩子来呢 就要做那个 师父不会讲那种话 就是几个小姐来啊 然后做那个大姐大的 你们叫大姐头是吗 我不知道你们新加坡怎么讲 这样子 然后就控制人 就是以贩卖人口 而得到利益 对不对 这样子的都是不好的 所以有些行业 还有呢 还做地下钱庄 叫黑道去恐吓他们家 对不对 所以他虽然赚了很多钱 注意听 赚的钱不干净的话 其实走的时候 也是不干净的 也就是说 这些众生 虽然来人间 他穿得好 吃得好 也住得很好的房子 开的也是BMW 可是这些钱 都是不清净的恶业 所以 他将来会有苦果 就像我昨天比喻 对不对 一修和尚 为什么要把他弟子的 刚死掉的儿子 丢到海里呢 因为他的 所有的钱 都是从杀生来的 对不对 杀害众生而来的 请看下面 知彼友情 生到如是的家 每一个人的家 有些是富贵的 有些是贫穷的 有些家很健康 很和乐 有些家呢 三天一大炒 五天一大炒 对不对 有些家里呢 动不动呢 夫妻一吵架 就拿菜刀的 刀光剑影的 对不对 小孩子会生活在恐惧当中 所以每个友情 所生到的家是不同 为什么 是过去的业 其 就算你身体 在接下来讲 每一个人的业报不同 有些人活来 生下来 他身体就很健康 身体非常的涌健 我们以佛法来讲 就是四大非常调和 精气神非常饱满 有些人身体就比较脆弱 就生起来 生来呢 三天一感冒 五天又一生病 每天呢 都是这药罐子 从年轻 一直吃药 一直吃药 一直吃到老 这就是业不同 接下来 对于所做的技艺 有些人一学就会 有些人什么都不学 也不会 而所做的事业呢 有善业 也有恶业 就是刚才讲过 乃至于有些人是富贵人家 生来呢 就大富大贵 有些人生来 终身 虽然勤俭刻苦 可是还是非常的贫穷跟低贱 有些人生来 相貌就非常端庄 相好庄严 可是有些人生来呢 他的相貌呢 就会有丑陋 而且器官会残缺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地藏菩萨讲了 释迦牟尼佛在十善业道经讲 建议各位 若年轻的联友 你会懂得上网 请你上商业经测的网站 师父在巴旦岛 讲过十善业道经 前一两年 在宽禁念佛堂 也流通过 十善业道经的DVD 回去听 很重要 你今天会觉得不好 你就看看十善业道 你自己对一对 那为什么呢 如是等千差万别 答案是像大海的云云众生一样 每一个人的因缘果报不一样 乃至于命中断气的时候 情况也不同 请看 几二 死相不同 看到了吗 这里的死相不是老婆骂老公 死相 不是那个死相 这是童子 这里的死相 你死亡的时候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好 接下来看 接下来我把它打出来 这一段经文很长 师父加上编号 有十四种死 你要选哪一种 有些你可以选 有些你没办法选 第一个 有些是当自己的业力净了 自己的业 净了 或是没有净而死 自己的业没有净 举个例子 你本来要活到八十岁 但是因为你常常喜欢喝酒 酒就伤肝 伤害你自己的身体 就熬夜 中国人讲精气神 话多伤气 熬夜伤神 欲望多就伤精 所以精气神加起来 结果是什么 你本来可以活到八十岁的 可是因为你 对不对 耗损自己的身体不珍惜 所以你业没有净 你七十五岁就断气了 这叫做第一类 有自业未净而死 第二类 或有自业已净而死 就是说你的寿命到八十岁 你也活到八十岁 但你健健康康 中国人讲坐在床上 寿终正寝就走了 中国人认为最大最大的福报 福禄寿里面最后一个 不管是五子登科 不管你怎么讲 最大最大的福报是什么 走的时候没有什么病痛 就像睡着一样 笑笑就走了 这是要很大很大的福报 在中国来讲 这是一生要做很多很多的善事 你走的时候才不会痛苦 第三个 有些人是犯了枉法 偷东西 伤害重心 行路而死 为什么 被人家判刑 而你的寿命而过世的 可是有些被判刑的时候呢 他是很痛苦不安的 甚至还报 假如被人家陷害的话呢 还说我来生 我还要报复你 你看 有些在死的时候呢 他自己断气的时候 还发恶怨 这个就是犯王法 行路而死 第四种 有了地相 禅态而死 就是很多人用特殊的方法 举一个例子 用毒药害他 对不对 想尽各办法 尤其中国古来帝王 你看到宫廷 我说过前几天讲 不要羡慕文武百官 为什么 三宫六院七十二兵妃 各位都喜欢看雍正王朝 或中国皇帝 你看皇帝里面的妃子里面 学会什么 一个字 明争暗斗 因为你不斗人家 人家就斗你 每个人都想当皇上最宠的妃子 每一个人都想为皇上 生个龙种而做太子 生了太子以后 你就是皇后 那你想想 当了皇后 全天下就是你了 那你怎么 绝对是拼了老命 而要爬那个位置的 所以宫廷里面 常常相互的残害 最残忍的明争暗斗之外 是什么 下毒 佛陀在世的时候 佛陀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外道 看到佛这么 有功德 有智慧 甚至呢 阿瑟士王看到佛 眷属越来越多 他们都会起嫉妒心 他们在佛陀或圣弟子 去脱波的时候 他也会在食物下毒的 在印度里面也是会下毒 佛就会叫他们念 解毒的咒 对不对 念完了以后呢 那个食物呢 就变成甘露 所以第四类是残害而死 第五个 或因鞭榻 垂除而死 就是他 因为伤害众生 或偷东西 对不对 新加坡现在还要保留 鞭刑嘛 对不对 对不对 虽然有些国家会觉得 比较不人道 可是有些众生 的确你就要叫化他 有些是呢 因为造了恶业 伤害众生 被判到大牢里 因鞭榻 然后垂除 垂除的话就是呢 就是用各种情句 把他绞型而死的 第六个 或因淋梧 优质而死 就是被他关 关到老 让他自然 减少吃的东西 让他不吃不喝 减少水 最后忧郁而死 第七个 或因学习记忆而死 古代骑马 对不对 或是呢 骑战车 他要学记忆 可是你会发现 因为学记忆而不小心 Existent 而死 以现代来说 因学记忆而死的 比方说赛车 或骑摩托车 或开车 对不对 现在全世界最容易发生的 每天全球都有 最高频率的是什么 Car accident 车祸 车祸而死的 有时候是白法人 送黑法人 第八个 或因战争 或是伤杀 伤杀而死 就是在战争当中 有些人活下来了 有些人不活下来 可是从人类的历史上 不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或第二次世界大战 如果各位有机会 看过很多美国纪录片的 会知道就算他活下来 他很痛苦 为什么呢 他所有的东西都过世了 所有的兄弟都过世了 然后他回到家乡 虽然得到政府 给他一个奖章 给他最高的荣誉 最好的退休金 可是呢 很多人在睡觉的时候 都是做噩梦的 为什么 都是战争恐怖的记忆 对不对 所以有些人 是因为战士 虽然他活下来 得到很高世间的荣誉 可是他心愿呢 心里宁愿呢 死得更快乐 为什么 因为他不能够忍受 看到战争那些流血 跟残忍的一景一幕 所以有些会得精神病 有些还要做心理辅导 甚至有些呢 要经过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才能够 调整自己 悲伤跟负面的心情 第九个 或因斗争 还有殴疾而死 举一个例子 喝酒 喝酒 一喝酒 酒后乱性 就吵架 吵了架呢 可能打那 把那个酒瓶打破了 就把对方给杀了 不管他有意无意 勿施杀人 那个而死的 讲这些 你可以看到 全世界很多报纸 每天都有很多这样子的 可是我们会觉得 跟我们没有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还好 我们没有造这么多的恶业 所以这些事情 比较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可是有时候你会看到 它发生在你周遭 朋友 或是亲朋好友之上 接下来再看第十 或因财宝贪令而死 你想说师父财宝是很好 为什么呢 会贪财而吝啬而死呢 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这是我西藏仁波切 讲给我们听的 他讲人不要执着 或许有些连有听过 我在海银鼓师有提过一次 没关系 听过没有听过 你都可以再听 各位你都喜欢钱 对不对 都喜欢马票 对不对 你都希望自己中马票 对不对 我想每一个人听好了没有 各位都很喜欢钱 对不对 钱一定好吗 不一定 这是真实一个故事 发生在美国 美国有一个老先生 他退休了 他也买lottery 就是马票 你们叫彩券吧 我们台湾叫彩券 结果呢 他就觉得老了 今天呢 就去买一个咖啡 开咖啡完 他就经过马票店 他就买了一张彩券 因为他很穷 他就随便买了一张 买了一张以后呢 他就回到家里 结果他就藏了起来 那他藏的地方 他让他儿子知道 因为老人家嘛 藏东西都有他习惯 比如是夹在皮包里 皮包放在最底下的厨子 厨子的最角落 对不对 人都有个习惯藏起来 藏起来以后呢 没想到呢 过了一个月很不幸 他生病了 他生病了 他得了癌症 那他们全家的人呢 就很紧张 就把爸爸 就送到医院去 那医生呢 就给他治疗 也想尽各种办法 去照顾他 那后来呢 他刚开始 不开赶跟爸爸讲 为什么 因为他怕爸爸受不了 爸爸受不了以后 可是呢 他们家就在讨论 我们到底要不要让爸爸知道呢 有人说不要 因为你就让他快快乐乐的断气 自然走吧 他说不不不 我不同意 假如爸爸他得了癌症 你要有权利让他知道 因为他多少的生命 他会做他想做的事 所以他们全家人都非常关心他 但他的儿子呢 知道爸爸有买这个彩券 因为他有跟他讲 结果呢 他就送进医院一个月 没想到啊 一个月以后啊 他开票 他爸爸中了第一特奖 million million的美金 很多吧 比新币还多 million million的美金 结果呢 他太高兴了 他还是非常非常的高兴 可是高兴到现在问题是 因为爸爸得了癌症 心脏不太好 他想 那应该要不要告诉他呢 他们家就开会了 他说不可以不可以告诉他 那一告诉他 爸爸会心脏病爆发 可能就走了 对不对 可是他说不可以啊 这是爸爸买的啦 买的呢 million million的彩券 他中奖了 而且他们非常紧张的 很小心翼翼 把这张呢 只保留的 怕被人家偷 因为他要对 那个收据 receipt 然后他说 应该让爸爸知道 就算爸爸得了癌症 这个钱是属于他的 所以你应该告诉他 就他们家就七嘴八舌 讲了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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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了爸爸现在最后呢 他就跟主治大夫听 跟他讨论 你觉得应该告不告诉他 结果那主治大夫 请问他中了多少呢 million million 这么多 哇他说 这个不可以告诉他 告诉他 他一定会心脏病的 可是他们又觉得 不告诉他 那没有办法处理啊 因为这是全力是爸爸 最后他们讨论了 好 我们一定要告诉他 那谁告诉他呢 答案不是太太告诉他 也不是小孩告诉他 有医生告诉他 那这医生必须要很有智慧 对不对 然后呢 他有一天就进了病床 就问说 老先生你还好吧 哎 有没有什么好跟不好的吗 反正就已经得了病了吗 听说我是癌症是吗 我家人都瞒着我 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我活了一辈子呢 也去了很多很多地方 其实我现在走的话 我也安心的 结果这医生呢 就关怀他 问他有没有兴趣 有没有愿望 就拐弯抹角的就问了一下 听说你还没有进医院 曾经做一个很特别的事是吗 他说什么特别的事呢 你要说什么就直说 听说你有买一个 种彩卷的彩卷是吗 他说是啊 不过我这么老了 其实也没有那个福报种的 有种跟没种其实都无所谓的 他医生一听 无所谓 他就问他 假如 英文讲 hypothesis 假如你种的话 你会怎么样做呢 那个医生 很真诚的跟他谈 将眼睛看着他 那个老先生也很感动 你对我这么好咯 对不对 假如我真的种的话 我一定分一半给你咯 他讲 are you sure are you really sure million million 他说哎呀 我是没有那个福气 种的 一定啊 种的话 我一定分一半给你 结果呢 他说 好好好 ちょっと待って 不是他就 wait a moment 他就出去 出去了他就拿一张纸 立刻就打字 假如这位老先生说 他种了的话呢 会送给我一半 他就说 老先生 我对你很好 对不对 他说对你 对我真的很好 这一个月你真的很真心照顾 那这样 假如啦 没关系 不管你没有种 假如你有种的话 你可不可以签名一下 他就签咯 签咯 对不对 签完那一刹那 突然啊的一声 有一个人晕倒了 等一下 我还没说完 这时候啊 那个老先生受不了 就按加护病房 紧急的零 那他的太太跟小孩 在想糟糕了 这下老公一定走了 对不对 因为呢 他一定受不了 太高兴了 结果呢 所有的加护病房的人 一眼就按警铃嘛 医生就会 加护病房很紧张嘛 去去去去 紧紧都跑进去 一定看 他老公在 医生病倒了 为什么 医生心脏病爆发了 然后 他们看到 老公 Are you okay Yeah What's happened I'm still okay 我很好啊 然后最后他们才告诉他 他说你中了 Million Million 我说 Really OK 我说假如我中 我给他分他一半 怎么我还没分他一半 他就倒下去了呢 最后呢 真的 这个医生 因为心情很开 这个老人家 因为呢 真的 他慢慢的调理 然后呢 他的身体好 最后他开完刀了以后 在控制之下 其实他就出院了 出院以后 真的就去领奖了 Million Million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发生在美国 我的老师很喜欢讲这个故事 原因是什么 注意听 请问你要当老人 还是当医生 现在我问你们 要做医生的请举手 没人要对不对 因为已经 要 要做老人的请举手 给你选 假如老人跟医生 请问你要做哪一个人 我再问一遍 你要做老人的请举手 没关系举手 手放下 你要做医生的请举手 好 两个都不要做的请举手 确定吗 待会你的马票要还我 两个都要做的请举手 我待会会问 答案是什么 其实我们心都是两个人都想做 可是在现实的社会里面 我们是做什么呢 做医生 我们的心态就是医生 我们对于很多很多东西 就是我要解释 或因贪财宝 吝啬 贪令而死 财宝是会让你的生命给中断的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期待的心太强了 就像你抓着一样的东西 这个是珍宝 珍着 你抓抓抓抓 太碎的时候 突然它破掉了 也就是说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告诉你什么叫做不要执着 不要执着 是不是说不要去理它 而是说 你的心不要对它有强烈的期待 因为有强烈的期待 你就有强烈的失望 佛法并不是教你说不要去努力 而是你心中不要有强烈的期待 你期待越强 你的失望就会越大 这是佛告诉我们 转变心的一个秘诀 可是我们一般人的心态都是什么 都想做医生 million million 要分一半的话 师父也可以不用来讲经了 没有开玩笑的 对不对 我们人都期望很多 可是你看那老先生 他去买了 可是他的心没有这么强的期待 因为没有这么强的期待 也就是没有这么强的执着 因此他觉得 有些人家问他 你现在假如中了这个彩卷 你会怎么样 他说反正我都要死了 他对生死已经看得很开 所以常常想到生死无常 其实你的心会比较宁静一点 在快乐的事情 你也会感谢 但是你不会那么兴奋 对不对 在伤心的事情 你也不会难过 为什么呢 因为生命就已经快结束了 好的坏的你就不会计较 所以对这个老人家来讲 因为他看得很开 所以他继续长寿 事实上他是中奖的 中奖以后 他的心都没有那么执着 他说假如我真的中了 你看我有新量送你一半 你看他有不失跟跟别人分享的心 结果呢 结果呢 那个印记医生心就绷得很紧 有强烈的期待跟强烈的执着 当他呢 签名的那一刹那 一千万 他心脏病叫 Heart Attacked 就倒下去了 他还没拿到钱呢 他就受不了了 其实我们对生命里面 很多的事情也是这样 了解吗 所以你要学会 人间你的生命会经过酸甜苦辣 你也会经过春夏秋冬 你可以欣赏酸甜苦辣 跟春夏秋冬的人生 但不要有强烈的期待 与强烈的执着 因为你有强烈的执着 强烈的期待 你就会有强烈的痛苦 所以告诉各位真话 注意听 所以当我建寺庙的时候 我也会发愿 愿我能够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但你知道师父开光王 当天晚上我观想什么呢 不是观想他永远在 而是观想万一 一场大地震来了 我一场灾难来 全部的佛堂都毁了 那你会不会难过 你会不会说 我很心不甘 情不愿 我花了这么多的生命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的东西 最后都消失了 答案不会 为什么 外在的佛堂跟建筑都会消失 可能你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所积的功德 是不会消失的 这样你的心 才会宁静 这样你的心 才会在菩萨道里面 经到好的事情 你也不会太高兴 经到坏的事情 你也不会太难过 经历到人家诽谤你 侮辱你 你也觉得那一次 暂时的 这个就是不要执着的 真实的羞耻 我想供养给各位 再看下面换灯片 第十一 或因色欲 担免而死 老实说 这个要教年轻人 现在的男女欲望 都非常的多 也很赤胜 传播媒体 也乱七八糟的很多 其实现代的很多年轻人 或是老年人 为什么呢 生命都会很短呢 答案是你控制不了 自己的欲望 所以你要学会 知足与节制 虽然你可能没有出家 在家 夫妻同修 你要懂得知足与节制 假如你不懂得知足与节制 我们人常常说 人老越老 越是老不休啊 你不要认为老 就没有烦恼 其实老的时候 有烦恼越大 觉得孤单 寂寞 所以人常常呢 都迷失在财跟色 而死的 这样子的 你的生命也不会长 接下来看十三 或因愤怒 结愤 愤恨 结 对不起 或因愤恨 结愤 而死 就是怒气 攻心 不要常常发脾气 发脾气 从中医来讲 怒气 攻心 对你的身体是不好的 所以 喜欢发脾气的人 要常常想 假如我常常发脾气 我带身可能会做蟒蛇啊 可能会做眼镜蛇啊 想到这里 你就提醒自己 我要控制自己的称心 你可以念地藏圣号 或观音圣号 所以要改自己的脾气 不要动不动就发脾气 因为发脾气 会让你寿命减短 第十三个 或因劳眷顿臂而死 请写下来 年轻人 叫overwork 过劳死 现在在台湾跟东南亚 全世界大岸 排行榜第一名的是什么 就是心脏病爆发 心脏病也跟你的身体 过度疲劳有关系 第二个排行榜的是什么 肝癌 肝硬化 肝里面又分很多种 第一个叫猛爆性肝炎 就是你会发觉 这个人工作工作工作 突然他就走了 为什么呢 过度疲劳而死 各位也知道 中医里面告诉你 十一点要一点要睡觉 因为肝在休息 这个理论师父也知道 我以前就很可怜 前几年呢 我常常做到天亮 现在我觉悟了 我不要过劳而死 做不完明天做 明天做不完下个礼拜做 下个礼拜做不完下个月做 这一生做不完 来一生再来做 师父觉悟了 所以我现在比较好一点了 皮肤好一点 我前几年真的很辛苦 师父常常为了弘法 搬迁道场 很多的事物 常常让自己劳心劳力 菩萨难做 众生难度 有时候到晚上的时候 我才能够很专注 做我自己的事情 我要编讲义 我要做功课 我有时候一做呢 做到天亮了 其实对身体真的不好 我也真诚地奉献各位年轻人 早睡早起身体好 早起的鸟儿 有虫吃 当然有人会给顶我 早起的虫儿被鸟吃 那不一定 早起的虫儿 不一定被鸟吃的 你可以跑啊 是不是 再见